另外日本311地震即将满一周年了 震灾募款其实也已经截止九个月 但是现在却传出红十次会嘉义市之会 竟然因为内部人事纠纷 民众捐款战目不明 结果迟迟没有办法对账上缴总会 也等于说这捐款人拿不到感谢状 爱心捐款也根本没有办法送到灾区 来进行重建工作 去年311日本海啸正在募款晚会的主题曲 由超过百位的艺人共同献唱 当时涌入大量的募款金额 没想到却传出红十次会嘉义市之会 因为内部人事纠纷 会长闹双包 使得去年的募款金额至今仍然无法 交回总会 很多民众坚信 红十次会 是吴威秋先生在账管 到底收了多少民众的钱 开了几张的收集 当我们回到 事业文回到 接收这个会馆的时候 发现什么都不见 自称是现任会长的范先生表示 捐款疑似被前会员吴先生侵占 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但吴先生出面驳斥 表示自己才是经合法程序 选举出来的现任会长 前会长是二人先告状 会员大会选举出来我当会长之后 有一个协调会 说三月一号 一百年三月一号以后 交由我管理 然后东西也都交接给我 然后他们在四月二十几号的时候 就匿法侵入司会 把门锁都换掉 我没办法进去 会长闹双包 没人知道到底实际捐款金额是多少 311震灾即将满一年 民众的爱心捐款 却因为人事纠纷 迟迟无法送到灾区 相当讽刺 今天希望侯国人张欣宜嘉宜报导